老花一开箱平时 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花 可能有的话我都没听过 是日本东人花 哎呀 价格也不便宜 40多块钱 接下来就是开箱 马上就要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那很多的花儿呢 都喜欢买这种开花的 各种各样的开花的 拿回家去养 就是各种各样的养不好 其实跟大家说实话 您在买这种比较稍微 稍微靠得住的商家的这种花的话呢 你看它的一个圆盆圆土 如果说大家买到的是 我现在收到的这种花盆 你就不用着急换 不用着急换 它里面的圆盆圆土用的都很好的话 不用着急换 照常的去打开看一下根系 根系很好 没有完全长满 可以不用着急换土 里面有肥料 之后的一个养护 就是正常的一个养护就好了 这里面这个白色的杆杆呢 是为了让它固定 因为它的一个这种固定性 还是比较差的 这种东西呢 害怕很干热的那种感觉 好多的话 我在夏天的时候呢 大多数养死的是比较多的 好吧 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给足光照 浇水在一块等到干了再浇 尤其是大家刚收到的这种花 你摸在盆土潮潮的湿湿的 就可以暂时的先不用浇 先去醒苗 尽量的买这种圆土圆土的会更好一些 之后呢 咱们在冬天如果在室内养活的话呢 尽量的给足光照 但是呢 像南方地区的话呢 您就稍微避一下暴晒 如果说过热的地方 避一下暴晒 因为说如果暴晒的话 它这种叶片 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大的 它脱水量会很大 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就会有的话 说为什么我这个养着养着掉叶子了 我看着它干了 我就拼命的浇水 它容易烂根 你得综合让它来 因为每盆植物的吸水 它能力是有限的 好吗 臭吧 那这种花到手之后呢 就是养护就是很简单 就不需要过多的超市 就放到那儿养就行了 然后呢 咱们过这时间等它反映一下 因为部分的一个叶片呢 有折伤 部分的过一段时间叶片 肯定会该出现问题的 就会出现问题 花苞呢没有掉 好的话说 为什么我买来的时候带着花苞 到我们家就掉花苞了呢 很多花苞都买来以后哈 买了花以后 第一步嘎大水浇上 第二步大肥浇上 要么就是整个大赤盆换上 人家原本的盆土就很排水测气 你先养一段时间 等到明年春天再换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完全可以不用料理它 你像咱们在北方的花苞 说空气湿度不够了 在那里 你可以做一个模拟的威士大棚给它 这样的话才会长得更哇塞更好 好吧 很多花苞都是阳台档 阳台档的话 您可以用个这种熟干 找个那种塑料布 自己搭一个小棚棚给它 你真的喜欢 你不会在乎这点事的 好吗 错吧 好了 日本当中花的一个养护呢 也比较简单 喜阳 但是夏季的时候呢 稍微闭一下暴晒 好吧 然后浇水呢 维持干湿循环 换盆换土的话 等到以后有时间的时候 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起 另外哈 就是你们不会换盆换土的 你可以随意翻我开箱视频 它基本上操作都一样的 你看几个 它其实都一样 主要是用一份好的土 主要是排水透气 别的没啥了 好了 日后再说吧 先养一段时间 也不着急施肥 人家有底肥 你这个还有什么可讲的吗 很简单 就是静观其变 一片关于日本当中花的一个开箱 很多的叶片都压伤了 好吧 这个描写的话 只能给到85分了 因为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你想要40多块钱 这么一份花 它价格还是稍微偏高的 不过质量没得说 好吧 一分钱一分货 好了 我是冷花一 养花最难一 想看什么 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